最近大热的电影《西红柿首富》 中有一个令刚哥印象非常深刻的片段 是沈腾扮演的王多瑜和他的朋友遭遇表演非常拙劣的碰瓷 但是却被群众误会 很多人都说电影是现实生活的镜子 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碰瓷俨然 已经成为了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虽然说现在每辆车基本都配备了行车记录仪 但是碰瓷的手法也变得越来越娴熟 所以当我们遇到碰瓷 那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刚哥就来告诉大家 常见的碰瓷手法有哪些 表演是碰瓷这是最常遇到的碰瓷情况 碰瓷的或者开车或者骑摩托 或者骑自行车和步行寻找目标 一旦发现车辆减速经过 便迅速跟上碰车 故意摔倒假装受伤 实施敲诈勒索 甚至有些还会团伙作案 他们的分工还有导演 演员 路人甲等等 技术手段先进 通过往耳朵里面滴入类似血液的液体 包纱布 吸纳习惯性肢体脱臼的成员 实施专业演出 碰瓷者经常会说 就算汽车无责也要承担 不超过10%的责任 而有些车主怕麻烦就会私了 等待追尾 碰瓷碰瓷车 故意 开到目标车辆的前方 并且与你保持较近的距离 扎准机会后突然紧急制动 造成追尾 这种情况 一般出现在单行道 拥堵地段 等待红绿灯时 如果发现故意阻挡车辆 就需要注意减速慎防追尾了 而且他们还可能在后备箱防止高档物品 做成一个是被你追尾撞烂的假象 其实追尾之前就破损了 从而索取高额赔偿 利用车主违章是碰瓷 碰瓷 这一般会在你违章的时候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有很多碰瓷者在晚上会等在一些娱乐场所门口 发现你酒驾之后 会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然后要求赔偿 贵重物品 碰瓷碰� 这一般会把贵重物品摆放到车辆的视野盲区 一旦车辆发动 碰瓷者就会跳出来说自己的宝贝被撞坏了 碰瓷者一般会把贵重物品摆放到车辆的视野盲区 一旦车辆发动 碰瓷者就会跳出来说自己的宝贝被撞坏了 要求赔偿 遇到碰瓷我们应该怎么办 开车前多观察 我们在日常驾驶中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驾驶习习惯 在上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视野盲区和车底下是否有异物 然后还要检查清楚车身周围是否干净 有无划痕 行车途中远离可疑人员当车行驶在路上 无论是宽广的路面还是狭小的路面 如果发现有人有意靠近机动车道 或是对着车辆迎面而走 没有闪躲的意思 并且走位飘忽不定 那驾驶员就要注意 尽量远离他们 遵守交通法规 现在很多碰瓷党都会选择在有摄像头的地方作案 以此来威胁那些违章的车主 所以我们在日常驾驶中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不违章 俗话说深正不怕影子鞋 当我们自己却信自己并无违法行为的时候 那些碰瓷党也就无法威胁我们 不要触碰伤者 留足证据当碰瓷的人倒地之后 我们千万不能去碰他 第一是因为万一他是真的受伤的话 触碰他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第二是因为现在碰瓷者一般都是团伙作案 如果一旦碰了他可能就说不清楚了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手机录下视频 留足证据 一旦发现有人员受伤 立刻呼叫救护车 立刻报警 切记私了安全法规定理赔 应该由保险公司的三者险赔付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应该由保险公司出面赔付 而不是车主私了 如果你不能判断 对方是不是真碰瓷 那么一定要保留相关证据 然后报警 等警察来划分是谷责任 同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 不要因为对方的挑衅而丧失理智 干戈总结虽然说 我们都非常痛恨碰瓷的行为 但是当我们遇到碰瓷的时候 很好 谢谢大家